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個人不好 你有時候會不會覺得 脖子好不舒服喔 你以為老是在膝蓋或者是在肩頸發生嗎 其實居然30歲的初老 一開始就在大家的頸部 所以頸部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就要來關心這一段 頸部你看他連接我們的頭 像一個保齡球一樣 這麼重的頭 頭佔我們體重的十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60公斤 你的頭就有6公斤 當大家低頭滑手機 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哇 這個頭的重量又更重了 所以我們的脖子好像吊著一個保齡球一樣 很辛苦 所以常常就擔心他會出狀況 比方有個狀況 我來問一下現場來賓 有沒有過落枕經驗 有落枕經驗的請舉手 大家都有通通有講 對 我之前常常落枕 後來因為我們其實做設計的 通常晚上畫圖有沒有 畫圖畫著畫著畫著就累了 就想越想越想 然後想著然後就睡著了 那通常我就靠在電腦椅上面 那電腦椅上面 對因為頭其實會有點偏掉 然後就是睡睡睡 欸 早上起來就天亮了 天亮起來發現就是 那個脖子這邊就超級痛 對有點像那個好像中風的感覺 然後都轉不了對不對 對轉不了然後就起來了 然後那一天還好不用出門 那我那天不用出門之後呢 後來我就突發奇想想說 好吧那我既然已經繞這一邊 我想辦法讓這一邊把它喬回去 再睡一晚 結果弄完之後更嚴重 整個頭就不太能動了 然後不太能動 後來我就最後去找了醫生啦 就做了針灸推拿這些東西 就會好得比較快一點 還舒緩 門打開病人走進來 繞枕的病人會怎麼樣 會這樣 脖子歪一邊 然後摸著他 摸著他的脖子 這個其實連護理師看到 這個一定是繞枕 我問一下你繞枕幾天 繞枕三天 因為受不了所以來看醫生 所以繞枕其實是 枕間非常常見的一個景點 那你自己咧 你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也是有繞枕過 就是說我睡起來 然後覺得脖子很僵硬 那個時候我是醫學生 但因為到後來我的醫學姿勢 就比較充實 就比較少繞枕了 所以多補充醫學姿勢 其實真的是可以減少繞枕機率 侯醫師說得好 多看健康2.0 大家可以減少繞枕 馬上我要來問彥寬老師 沒有想到你也會繞枕 等一下我的繞枕跟別人不一樣 我是從小繞枕 很多人是長大繞枕 因為我的頭比一般人要大很多 所以我的頭的重量是比較重 所以我從小 我們讀書是這樣子 我常常會頭痛 後來我就去 我住桃園 然後有一個骨科醫師 他說以後你讀書 一定要這個手這樣撐著 他說這個重量太重 然後頸椎這個地方 後來我讀書就是要稍微撐一下 這顆頭 因為我還沒有見過比我更大的 我可以幫你做一個 那個有沒有 書桌上面做一個固定器 還可以轉 那今天我有多帶一樣東西 這是你的法寶 這個是我的法寶 我在新竹教氣功 大概教10年 然後他們就有一個開玩笑說 有誰學過白燕氣功 你就看他上班 脖子有沒有一條圍巾 因為我們的頸部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穴道 叫大椎穴 它是13條經絡會經過的地方 它最怕受風寒 所以如果我們是在辦公桌上班的人 盯著電腦冷氣在吹的人 請你準備一條這個 我會建議用那個棉的圍巾 不要用毛 因為用毛的會太熱 你只要一上班 這個地方只要稍微保持這個溫度 其實對於頸部的保養幫助就非常大 好 所以大家已經學到一個秘訣囉 是彥寬老師告訴大家 保護一下大椎穴 我想問一下骨科的花醫師 落枕人人有 那麼就骨科來看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落枕的話 對骨科的定義來講就是 頸椎周圍急性的發炎 然後牽涉到裡面的筋膜 肌肉 肌腱 還有另外一個 本身已經有了脊椎的病變 脊椎病變 你如果是你的病例非常的清楚 一覺醒過來 你突然單側的肩部疼痛僵硬 那是毫不考慮 你沒有先前的病例 所以你可能是一個急性的傷害 你就放很大的心 所以醫生也可以 不用做一大堆的檢查 就直接幫你理療 但是如果說你之前已經有 譬如說你以前就有漸進性的疼痛 這次突然不能動 那說醫生可能要檢查 上一點還有下一點的神經 包括神經跟包括疾索 要把潛在的疾病找出來 才能夠根本治療 對 就怕這種案情不單純的 像我診間有個病人 他很特別 他大概35歲左右 他就會來診間看診 他說醫生我落診 我好痛喔 你可不可以幫我打一針 我說等一下 不要那麼急 請問你落診幾次 他就說我每個月都會落診一次 然後總共大概兩三年了 這個一聽就是有問題 現在開始花醫師說 如果你是第一次落診 之前都沒有 那個大概就是急性的肌肉發炎 如果像你是這一種 通常都是比較嚴重 所以這種都要安排進一步治療 我就幫他排S光 結果照出來他已經墜鏈盤有縮水 然後何必長一些小骨刺 所以他已經有一些頸椎退化 所以落診大家不要覺得說 我的枕頭怪怪的 我昨天沒睡 如果你是很頻繁的落診 其實很可能是頸椎退化 而且機率非常的高 那花醫師我知道 你有一招可以教大家 當落診的那個時候 坐一坐可以放鬆嗎 可以 一個非常簡單 可以介紹給各位觀眾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落診 主要是造成肩部 局部的 軟縮僵硬 疼痛 那相對隔壁的肩 還有頭部的周圍的肌肉 相對整側也會造成繃緊 僵硬 最後造成痠痛 所以我們很簡單 我們就反他的機轉 我們用一個0.5公斤或0.75公斤的 宛布的殺的一個 0.5或0.75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可以用寶特瓶 拿家裡的寶特瓶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我們做一個反他發生的機轉 也就是說他緊我們就放鬆 好假設我們是右邊落診 好了我們怎麼做 所以我們很簡單 我們做的話先把肩膀抬起來 然後用頭看一個側頸 往後旋轉左右 所以不管哪一邊痛都是這樣子 對這樣才會平衡 因為所有深部的肌肉 他一定要把裡面造成的發炎 或是裡面乳酸的堆積 一些原性的因子把它去除掉 就需要靠血液 還有靠肌肉被動式的放鬆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很痛 也可以這樣轉嗎 對 所以你只要吊上這個 要忍住就對了 沒有 越做越舒服 那為什麼一定要拿一個重物 重力的目的就是 我們把肩部的肌肉給予放鬆 相對也把肩部的肌肉給予放鬆 那為什麼拿重物可以放鬆 你永遠有鬆衣的加速度 等於我們藉著這個往下拉的力量 把這一塊鬆掉這樣嗎 用吊在腕部的效果 比用拿的效果好 我覺得有帶這個跟沒有帶這個差很多 怎麼說 因為他的手會幫我往下拉 所以我就會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真的喔 提起來就有下墜感 OK 好 觀眾朋友你在家裡頭 凱雲現在手上沒有拿重物 肩膀是由前往後 其實他會有效是因為我們一般都會手肩 他如果有重量 肩膀就是自己會降下來 就是比較不會手肩 肩膀的肩部 對 頭越低越好 頭越低 肩膀的那個鐘擺有一點像 對 頭越低也好 好 觀眾朋友這很簡單 你就可以試試看 如果真的有落枕的話 要這個看看是不是這個原因 那如果說舒緩的話 就代表沒有問題 那如果越做越痛咧 大家覺得我脖子痛是不是落枕 但是有時候其實沒有那麼單純 有些是這個退化 其實我們一般講這個 落枕的話 其實它是屬於比較輕度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可能 脖子突然發炎一次 兩次這樣子 它是這個脖子的關節 以及肌肉發炎 那它的症狀有在脖子僵硬 筋僵硬 脖子痛 上背痛 其實它是屬於比較輕度問題 那如果你有下症狀 以下比較 這個以下症狀就是比較嚴重 是中度 譬如說你有手麻 你肩膀會麻 你有膏肓痛的問題 通常都是這些都是比較嚴重 因為你已經有壓到神經了 所以其實麻是比痛嚴重的 那腸繞疹半年大於三次 我就覺得它這個是有問題 哇 我們剛剛一直在說次數 半年大於三次 原來是這個指標 對 那我們去檢查 可能就會檢查出 它有一些椎肩膀突出 或是已經壓迫到神經 或是有些骨刺的問題 那有些真的超級嚴重了 它的症狀就更嚴重了 它手會無力 它手可能沒有辦法拿東西 它連腳都會麻的痛 一般我們想說頸椎是手 可是它連腳都有問題 那表示它這個真的很嚴重 或是上背整個大片麻痛 甚至它大小便會有問題 怎麼會到大小便有問題 因為大小便的聲音 也是通過我們的頸椎 而且它最中心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大小便有問題 那你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那我們去檢查就會看到 有些頸椎滑脫 甚至頸椎的神經孔狹窄 或是有些忍耐增生的問題 OK 好 那一位 你平常也會找很多 來找你的患者 就是頸部有一些狀況 尤其落枕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毛巾擦 對 那我今天如果先做完檢查之後 譬如說我們會先 病人先檢查說 你的頸椎活動度是否正確 通常是做哪些檢查 正常的檢查 我們會先看它往前彎 正常要有45度 所以我們會請它 收緊下巴往前 然後看它從直立的時候 到前有沒有45度 中間過程會不會產生疼痛 跟往後也是45度 左右的話也是斜擺 從正中間到側面這邊 要轉45度 所以你看我現在 往左邊倒我有45度 那你看我往右的時候 我卡住了 所以我這個時候 感覺要緊繃在左側 所以這個時候是肌肉的頸 所以我們會先辨別說 它今天到底是收縮性組織 就是以及所謂一些肌肉 軟組織這一類的 或非收縮性組織 以及骨頭關節 那今天如果你是落枕的話 其實一直有所謂說 小面關節它的卡住 那在頸椎上面呢 我們從看到正後面 這是脊椎正後方 脊凸的部分 側面有個小關節中間 互相連結 有分所謂的開跟關 兩個動作 當今天這個關節卡住 就是我們最常看到 落枕的情形 所以它就會有單邊 無法開跟關的動作產生 那我們藉由動作中間 去做檢查 比如說我們在做一個往前彎 那我們會出現疼痛在我們 疼痛在你的傷處的時候 往前彎表示它開的地方有問題 然後再加上double check 你往右側轉 它關節必須要打開的時候 也會疼痛 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說 是我們的小面關節 在打開的方向出現了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拿一條這種洗臉長毛巾 放在脖子背後 然後把它大概壓在你疼痛的部分 所以像它今天要往上滑的時候 它其實斜上往眼睛這個方向 打開的方向 所以我們往前拉之後 往前拉卡住那一節疼痛的頸椎 會覺得酸酸的 然後做一個往斜上 那同時頭往對側轉 就是你如果痛左側 你要往右側轉 做斜上往你眼睛方向做拉的動作 去讓它做鬆動 大概這個次數重複 大概五到六次 輕輕的就好了吧 輕輕的 因為它其實關節很小一個 動作只有一點點 所以是把它拉開就會鬆掉 對 把它慢慢的去促進 它這個方向的打開 當今天如果是關起來 就是我們剛在動作測試裡面 它是往後跟往側邊倒 都會出現疼痛在你傷處的時候 就等於說它關起來的方向 是有受損的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要促進 它關起來的動作的時候 動作不一樣喔 我們是做一個側倒的動作 一樣往前拉 做側倒 往下壓 所以我們都是痛左邊 但是有分打開卡住了 關起來卡住了 這兩種處理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可以再跟我們講一下 你說打開卡住的 它是往下的時候會有困難 對 打開的時候大家可以記得 是往前 頭往前滴下來的時候疼痛 合臂上側倒疼痛 跟合臂上往對側轉疼痛 所以這個時候就叫往上拉 就是往上拉 把它打開 所以今天如果是往後仰 反過來喔 就是完全相反的動作 往後仰 往側 往同側倒 跟往同側轉的時候會疼痛 表示它關起來有問題了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剛剛做側面往下的動作 我看你的往下有一點點的旋轉 不是只有這樣 所以它的手法是 它其實是因為手會往前拉 但是你的頭的動作其實只有單側往下倒 因為它關節的長相的關係 可是我好奇你加不加 就像花醫師 剛加重物之後確實有差 那你這個我們直接這樣倒 跟你拿著一個毛巾來戴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毛巾今天就是我們的手 一般來說你來找我們治療師 我們會用徒手幫你做副位 但是今天是在家裡自己做 所以這個毛巾就像我的手一樣 去幫助你的關節做一個副位的動作 就推在你受傷的關節上 幫它推進一點點 鬆動一點點的關節 那這樣動幾次之後 關節液就會進去潤滑這個關節 你的落枕就打開了 就會舒服了 馬上就會有感覺嗎 就會打開了 你就可以轉了 好 我們今天教了大家 這個有關落枕急救術 不管一款老師說的 真的有差 因為我剛才這樣轉 這個一拉 我就感覺這邊有氣 就要上去就下來 酸痛 然後不要太用力 反而就這樣子轉 然後剛才有講到一個 眼睛要看上去 我感覺這樣氣就上來 就是往前上來 那一條哪裡買的 我等一下去買 對 一般的這種系列毛巾就可以了 長毛巾就可以了 好 大家在生活當中都可以來運用 廣告之後來看 其實頸椎管的這麼多嗎 除了剛剛提到的手麻之外 哎呦 連頭痛 肩頸方面的問題 可能都跟你的脖子有關嗎 馬上回來 人體的構造真的很精密 尤其脖子這一段 有的時候你覺得說 只是脖子有點卡卡的 或者有的時候 就是莫名其妙的產生一些疼痛 而且不是在脖子這個部位 後來一查 哎呦居然都跟脖子有關 這最主要是跟脖子 它特殊的構造 那這是一個模型 那我們看一下 脖子它頸椎它有七節 可是它的神經有八個 在這個頸椎第一節上面 這隻管蘆蝶就是第一頸椎C1 所以往下跑 然後變成到第七的時候特別的凸 這個地方就是不是所謂的腹跪頸 這個地方是比較凸 是為了提供往爐底 支撐你爐底 讓你仰頭肌肉的腹躁的位置 所以這個樣的皮膚跟皮下的脂肪 是人體最厚的地方 這股所謂的砍人頭 就是要以這為標誌 這樣才會砍到頸部 如果沒有這個當標誌 就會砍到胸部 一個是蠶齒 凌齒 另外一個是快刀 你們男生都沒什麼病表情 我跟易偉已經覺得 因為頸椎就是這麼的重要 你一刀就可以讓你死亡 所以相對如果有疾病的時候 你產生了問題 因為它承接乳底 然後底下承接胸椎 所以它裡面一個小小的構造 要提供你一個頭的重量跟旋轉 還有讓支撐胸椎 因為肋骨它不會活動 所以頸椎也是在上面活動 這當中 曲 伸 旋轉 然後側旋 左右這樣兩邊 所以它是多核運動 所以它多活動 它就會多磨損 所以就產生我們講的 這一些增生性的骨刺 有壓迫性的骨刺 拉上線的骨刺 那它表現在哪裡 像有人頭痛 居然是跟頸椎方面有關 問題很好 因為這個地方 要從心臟要攻擊 蘆布很多的含氧的血液 所以它為了要保護 所以它那個蘆底 除了我們的頸腫動脈以外 它本身到蘆底 為了控制那幾個蘆底的神經 所以它在裡面有追孔的動脈 它從第六節往上 所以這個動脈 到上面叫一個威力式的環 各位看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產生了問題 你的蘆神經就產生了問題 所以噁心 嘔吐 頭痛 就相對就出來 往下就影響到肩膀 如果神經跟內側的鎖 那就影響到下肢 好 因為你有一個朋友 就是頭痛到甚至要掛急診 對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大概他說自己是季節性的頭痛 而且是會痛到吃那種管制級的藥物 都沒有辦法止痛 然後他每次都知道 嚴重的要去掛急診 說我真的痛到不行 要達到很嚴重的那種止痛藥 才有辦法停止 最後其實發現 我們後來就對他做檢查 也問診 發現他很喜歡側睡跟趴睡 那趴睡的原因蠻好玩的 他說因為這樣可以瘦小臉 所以他為了瘦小臉 他每天晚上都趴睡 而且他每天都趴同一邊 那這樣等於頭是一個大的扭動 對 是一個大的扭動 而且睡覺的時候 你這樣趴著卡住的時候 你扭住的時候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動的 所以整個晚上 壓在這個角度之上的話 就會變得說你的頸椎第一二節 就旋轉的這個關節 它卡住了 那他當然時間一久 過了一段時間 他其實會卡住你入腦的血流 跟動脈跟神經 所以引發所謂的緊陰性頭痛 所以他後來改變了這些 就找到原因之後就緩解頭痛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針對他的頸椎 第一二節 就靠近爐上方耳後這邊的地方做矯正 而且他有個習慣是咬牙 因為他半夜會摸牙 然後平常緊張的時候會咬這邊 所謂的孽餓關節疼痛 其實孽餓關節疼痛 跟你的頸椎第一節幾乎是連動的 像剛才藝偉有說 頸椎一二節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旁邊就是血管 所以你要是一直撤睡 趴睡你就會變這樣 扭到血管 可是我們很多人確實是撤睡 撤睡可能還好 趴睡我就真的不建議 趴睡是 趴睡其實是大吉 你們除非是床上面有個洞 對 除非要按摩床 你們自己家也可以盯住 對 不然其實撤睡還OK 但趴睡的話就真的會卡死 所以一般我們聽到 你有趴睡習慣 一般我們都說真的不要 好 所以如果趴睡的人趕快改變 不然頸椎會受影響 這是在第一節 你看會暈眩 頭痛 眼睛刺痛 深層的頭痛等等 深層的疼痛 那其他的部分 其實這個頸椎每一節 都可以對應到我們全身的 許多地方 但第一節剛才有提過 就是頭的地方 那第二節會對應到哪裡 耳朵 有些人耳朵痛 去看耳鼻喉科 然後耳鼻喉科 就看你沒有問題 不好意思 請你趕看別科 有些人就跑去看什麼 腦神經內科 外科 最後被轉去精神科 也沒有問題 結果看的是頸椎問題 所以他應該是要看骨科 或者是復健科嗎 骨科或復健科 如果有想到他是頸椎問題的話 其實一檢查下去就很明顯了 他可能在那邊就長骨刺 或是有一些椎間盤狭窄問題 像有一些人 脖子覺得很疲勞 他覺得被勒住 或是有些胸悶的問題 那其實是頸椎第三節 那現在有些人手肘 像往球肘 就踩哪個頸椎 所以 真的很難想像 你有這些問題 比如說上肢的手 肘關節 肩關節的問題 你一定要去查 你頸椎是不是有些退化問題 因為頸椎會影響到 我們幾乎全部的地方 好 我想來請教一下花醫師 所以我們做哪一些動作 日常生活哪一些動作的時候 特別容易可能會傷到頸椎 但是我們不自覺 大家如果看電腦 一般來講你直視前面上下 不要各偏差30度 然後能夠盡量 肚子能夠盡量靠左眼就靠左眼 然後背的話 最好椅子能夠往後傾斜30度 往後這樣打電腦 如果你沒有往後的話 你的脖子也會朝前 就變烏龜脖子 所以為什麼要往後 往後的話至少你的脖子 是在正中的位置 你的頸椎的曲線是前途的 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是後凹 後凸 後凸的話你肌肉就崩緊 好 再加上你如果文件在隔壁 這不就是醫師常常有的動作嗎 醫生鬧枕非常平凡 真的很多對不對 對 那除了打電腦之外 還有哪一些日常生活 可能大家沒有想到也會有 另外一個開車到外面去 你當乘客 外面風景非常好 一路就朝右 蘇花公路非常飄 你剛好靠海 你就看完下車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辦法轉動 因為長時間固定一個偏邪的動作 你的肌肉 你的胸鎖乳梯肌 裡面你的塑頸肌 長期處於偏向的用力 所以你產生肌肉勞損 所以肌肉勞損 就是可能是拉傷可能固定乳酸不出來 或是肌腱可能拉撕裂 這種造成久了以後 你可能短時間可能不會好 了解 前衣你自己有打電動瘋狂到什麼程度嗎 其實打電動會啊 以前就是片子剛出來 像最近出的太空戰士玩得很開心 可是我現在有一個絕招 就剛剛提到的那個就是 因為電腦椅其實像我們畫設計圖 或者幹嘛是最常做的 那我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了 所以我現在很聰明 我就拿那個坐飛機的那個套在頭上 所以我的頭就被固定在那個枕頭上面了 你是說緊枕那種啊 不是不是是包著我的額頭 像有一個毛巾有沒有 包著額頭之後 扣在我的那個緊枕上面 所以我的頭就沒有辦法左右動 就頭就被固定住了 很像那個精神病院套了一個那個 那個蓋子有沒有 因為這樣的話 我這樣我就不會左右轉 我的頭絕對是固定在直直的這樣子 而且這樣子打電動 很快就會乏味就不想打了 然後以至於我可以趕快工作 我現在就是用這個方式來維持我們的健康 我大學的時候真的是沉迷於電動 那時候真的是線上遊戲 就是剛出來的時候 那個就是其實 就打到隔天早上 對 打電動會很專心 因為我們都很認真 我們都認真的人 特別是打電動的時候 所以我們都會這樣子 對 我就這樣大概維持18個小時 維持18個小時 我們一打都是打18個小時 因為那個自己會沒有感覺 自己會沒有感覺 我們會打到連飯都沒有吃 對 像我打到我就整個這裡超級痛的 就是上這個 這個叫體肩胛肌 超級痛 痛多久 10年 10年 10年以上 所以那時候打電動 我現在還有一點後遺症 我那時候有做很多事 我打過類固醇欸 我打過寫小板 我做過什麼震波子啊 我全部都做過 可以做的我做 但是最後我覺得要改善的方法 是你知識一定要改善 就是我們剛才提的 人體工學 我們要打開胸措 縮下巴 電腦調高 盡量水平指示 手機要拿高 水平指示 想像上面有人拉住你 就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的那個方法 應該是有用 它是把頭固定住 對 我把我自己綁在椅子上面 好像做電椅這樣子 你那個最大觀念就是會乏 打胃不要繼續打 這個是最健康 因為脖子還是要稍微動下來 才會比較好就對了 對 OK 所以一定要做改善知識 不然你做什麼治療 都不太會有用 而且你要運動 要訓練背肌的肌肉 這樣你才不會這種圓肩駝背 才可以把胸褲打開 過去我們常提到脊椎的 椎肩盤突出 確實治療上還挺麻煩 而且一突出的時候痛啊 脖子也會 對 那脖子的椎肩盤突出治療 它是有機會可以變好的嗎 椎肩盤突出 那我們講椎肩盤是什麼 椎肩盤本來就是一個盒子 它外面有一層非常厚的 環狀的纖維墨 所以當在用力或是偏向 或是說軸向掉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把它編 一般來講不會在正中 在旁邊 所以擠破了 擠破的時候剛好是 前面也是很強的韌帶 後面外側的韌帶是比較鬆 剛好後面是神經根跟疾瘦 所以為什麼我們 肩部後面會痛 前面很少 因為神經根是在後面 所以這撞下去了以後 如果在急性期的話 不管一般來講急性期的話 在急診室的話 如果你的症狀 神經的症狀 以前沒有承受過 我們會馬上給你排電腦斷層 或是核子公正 第一件事情就是避免再次的傷害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用給你一個 那通常這種狀況都是外傷嗎 撞擊或什麼嗎 很多原因 因為如果一個微小的傷害 會造成你椎間盤突 你要考慮是不是什麼其他問題 另外一個是不是腫瘤 因為是不是急尖盤感染發炎 另外是不是轉移 另外是不是骨質疏鬆 所以這些疾病你都要考慮到 或是它本身就有立膚四性關節炎 全身性的發炎性症狀 這些慢性的疾病 還有慢性的空間占有 這些你要拿紅旗起來 這是非常嚴重的 你治療它沒有用 你要把上油給去掉 但是椎間盤如果是上面的因素 去除掉了 椎間盤一般的先保守留法 所以我們先保護 給你肌肉鬆子劑緩解 然後會復健科 那一般來講如果這樣的治療 三個月沒有效果 止痛藥什麼都吃了沒有效果 症狀還在 醫生可能會再重複一次 合適公正的檢查 如果發現問題變得嚴重 沒有緩解 症狀持續 那可能就考慮手術 不然的話一般來講 幾乎很少用手術的 所以頸部的椎間盤突出 它的特點是什麼 是非常的痛 還是什麼 瞬間的話一定是非常非常痛 對 另外一個就是會有僵硬 再來嚴重的話會有刺痛 甚至當時衰弱 沒辦法肩膀舉起來 所以鬧疹如果肩膀舉不起來 那就考慮到 是不是有這個更嚴重的問題了 好 那麼這是在西醫的方面 當然用復健 然後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來牽引 就氣功來講 有類似的方法也可以幫助大家嗎 或者說保健我們的頸部 對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大椎穴 大椎穴是13條經絡經過的這個穴道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枢紐穴 那這13條都是屬於羊的這個經絡 大腸筋 小腸筋跟三交筋 我們的腳 胃筋 膽筋跟我們的膀胱筋 那皇帝內經裡面就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人到了50歲 陽氣衰 陽氣就是在上方 所以大椎穴就首當其衝 這個地方的氣就會開始衰敗 所以筋就會開始僵硬萎縮 肌肉會開始無力 然後骨頭 關節 脊椎就會開始起變化 所以剛才我們不是說第一個先保暖 以前我是在農家長大的 以前的農夫不是很熱嗎 所以都會有習慣用一條絲毛巾 用在這邊 老人家都會說你們年輕的這些長工 不要這樣子以後會有病 其實因為那個很涼 其實這個就寒氣就會滲入我們的大椎穴 然後我們剛才都講到很多的動作 我們也發現這個大椎穴跟情緒是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我香港有一個學生是一個大概40幾歲的女生 然後她來練功是為了她長骨刺 頸部長骨刺 然後長期頭痛 然後她來給我諮詢的時候 她是有點這樣 剛才那個侯醫師有講說 有一點聳肩 然後她來諮詢的時候 我第一個先問她說 你的工作是什麼 你的壓力非常大 她是在香港機場 歐洲的一家大航空公司的機場經理 一天要負責三台飛機 一台飛機大概300多人 她說會來找我的每一個是好事 你想我們一般在機場要找那個主管 那她最近比較輕鬆 一定是那個機… 真的 最近輕鬆了 一定是機票有問題 然後位置 或者是罰款 所以每個人來找她都是滿肚子氣 我說你把你的思維想一下 誰會坐你這班飛機 有的人是要去見男朋友女朋友 有的人是要去結婚 有的人可能存了一輩子的錢 她準備去旅遊 我說你一天可以服務1000人 你一年可以服務30萬人 我說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一輩子去哪裡服務300萬人 所以我說你要把她返回來想 有人來找你 你要盡可能的去幫她 這個念頭一轉 她就照我的方法 當然還要練功 大概半年後再看到她 這個肩膀就落下去 然後她就每天很開心 她是期待去上班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找一個 美好的老闆 我告訴你沒有 你如果去找一個沒有工作壓力的 我告訴你也沒有 你要找一個很好的同事 我告訴你沒有 只有自己轉念 因為你念頭一轉 神經就會開始放鬆 因為你看我們一緊張 這個都整個聳肩起來 頸部這個地方通通是會痛的 所以我馬上要來教大家一個 疏通我們大椎穴的氣 讓這邊的肌肉跟筋 整個都放鬆開來 首先我們把兩腳張開來 好大椎就在我們的這個手 你可以觸碰到後方 就是你摸一下骨頭 比較稍微突出的 這個就是大椎穴 那現在這邊有一個訣竅 我今天要教大家 是白硬氣功裡面的一個 很獨門的 叫疏肝松肩閥 把我的兩手捧起來 然後聚氣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訣竅 我如果沒有講 你不會發現 我從側面給大家看一下 我起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大椎 有一點點向上伸 然後才放鬆 也就是我把我後面的陽氣 整個向上提 然後放鬆 你只需要向左邊轉90度 好 廣告之後來看 到底該怎麼做 而且燕寬老師 還有其他的訣竅 現在是這個樣子 只做這樣嗎 等一下還有訣竅 保護我們的頸椎 那麼就燕寬老師的氣功來說 有個疏肝松頸法 剛剛做到這個可愛的動作 這樣 然後呢 好 所以把兩腳先張開來 與肩同寬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與肩同寬 胯骨會放鬆 整個背部的脊椎 兩旁的肌肉會放鬆 然後兩手聚氣提 頸部這個地方 有一點點向上 然後兩手聚氣 轉向左邊90度 然後兩手慢慢地撐開來 然後回來的時候 兩手這裡有勞工穴 再聚氣回來 那你在看我的頸部 如果從後方看 我有一點點頸部往內收 所以我不是抬下巴 往右邊轉 然後收回來 這個是很重要 那如果你已經感覺到會頭痛 或者已經有落枕 速度一定要慢 因為你越用力反而越扯 到這個筋骨肉是會更發炎 所以慢慢轉 有的人可能現在轉不到90度 那你就量力而為 左邊三次 右邊三次 那如果您現在是中年的落枕 浩發期 那就潛意你了 沒有 我有固定在椅子上 那你就要做到七次 我先去買毛巾 那這個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現在就要把訣竅 來再做下一步的動作 好 下一個動作 我們要從腳底 將乾氣調動上來 因為只要是脖子的問題 皇帝內經說 都要疏通我們的乾氣 所以我這一次捧起來 向左側轉了之後 收回來 我的膝蓋要彎曲 然後小腹要收 我要聚氣 然後再往右邊慢慢的伸展 在皇帝內經裡面就提到 肝腸血 所以我要讓我的這個血液 能夠補養到我的筋 所以我的兩腳 就會有一個伸展跟彎曲 最重要是一個寒胸收腹 然後往兩側慢慢的延伸 然後回到前方 聚氣 好 這裡面還有一個第三個部位 就是一個訣竅 當你往後轉第三個階段 向後方你要先看一個點 比如說我現在轉過來 我向後的時候 我要先看到那個點 因為肝主筋開竅於目 那當我這樣子一伸展的時候 這個氣就整個抒發 到最後眼睛的眼神 要看出去 肝開竅於目嘛 對 所以整個的肝氣抒發 這個對瞬間筋的放鬆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先做前方給大家看 聚氣 往兩側做一個伸展 那我現在呢 直接做到第二個部位 就是身體寒胸膝蓋彎曲 往兩側伸展 眼睛看後方的一個點 然後聚氣 要用力看嗎 還是只要找到一個定點就好 要找到一個點 然後看著那個點 然後回來 這個對於眼睛的視力幫助也非常非常大 同時可以保養眼睛 往後方回來 那我現在轉回來給大家看 真正的訣竅在哪裡 當我轉的時候 你看我的臉神 眼神跟我的臉 你好有戲 非常好開心 對 當我伸展的時候 我眼睛張開 臉部的表情 哇 心花怒放行 收回來 頸部轉 好 那你要看遠處去 然後要看著那個點 好 那再看我的眼睛 我收回來的時候 我的眼神立刻 臉就整個放鬆 所以我的氣血是向上 立刻往內收 又回到我的丈夫 所以我再從頭做一次 聚氣 然後聚氣之後 做一個伸展 看後方 眉毛都要動 收回來 含胸 再往右邊做一個伸展 往後方看一個點 臉部的表情都要做出來 我覺得潛意的表情很奇怪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眉毛要動 為什麼他眉毛一直動 因為我們的膀胱筋 從這個地方開始 所以我把眉毛這麼一伸展 這個氣就整個順 可是彥寬老師你看一下他 他是一直上下動上下動 是有必要這樣嗎 可能打電動打太久了吧 我在做的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大概做三分鐘而已 做一個伸展 整個眉毛上揚 你看肌肉都沒有用到力氣 心情會變好 然後往兩側 看一個點 然後回來 好 那最後聚氣回來 要慢慢慢慢的下降 然後這個時候眼神就要放鬆 那現在臉部就沒有表情 好 所以剛才有一個眼神的伸展 然後有臉部的整個放鬆 所以這個氣血會向上 然後向下做循環 做了幾次之後 你會發現脖子比較舒服 那在做的過程當中 有的人就會打哈欠 如果是氣是憋在大追穴的人 一練功放鬆的第一個反應 他就是會打哈欠 那這個效果就會非常好 好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義偉 據說你大學是熱舞社的 所以熱舞的過程當中 當然我覺得彥寬老師 他那個動作慢 我們健康會.0也是教大家 尤其要保養的話要慢 可是熱舞很快 你那時候有受過傷嗎 有 那個時候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舞蹈社 然後我是跳熱舞這一組的 所以他其實有一些動作 譬如說有點像現代舞 他可能要做一個往上做往上伸展 或是這種用力甩頭的動作 所以當你的暖身沒有做好的時候 用力甩頭的時候 即便我那個時候大概10 18 19 20歲 我那個時候其實就因為這種甩頭動作 然後重複了好幾次 隔天早上起來 我其實整個精神劑這邊都麻掉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又很可怕 因為那個時候正在讀物理治療系 那其實對這個是一知半解 那我知道說 我的頸椎神經到食指這邊是 第六節對不對 第六節這個地方 被壓迫到 然後手整個麻掉了 甚至按那個飲水機有沒有 都沒有感覺 所以我當下覺得很害怕 但是我這個時候其實 我們很多病人都有一樣的問題 我當下去掛我們就是 附屬醫院的神經外科 然後他對我就測試說 那個手抬起來我壓壓看 他對我直說一句話說 你這個手抬不起來的時候 再來找我好了 那你就回去吃止痛藥休息吧 對 所以後來我是大學讀完 然後實習完之後 我知道怎麼去修理這個 頸神經受傷的狀況了 我幫自己把關節拉開了 就像剛剛那個毛巾的動作 不太一樣 但因為這個已經關乎到 所謂的椎間盤突出 壓迫到頸神經 所以多了一點牽拉 跟其他的鬆動術 才把它修好的 好 所以代表說 如果真的有這方面問題的話 找到專家物理治療師 或者是附近科醫師 其實都是可以幫忙的 還有一些人是做重訓的時候 像我有些患者 他是 欸 也想說做重訓 為什麼會脖子痛 我明明就是練肌肉 我練腿啊 結果練一練腿沒有 腿沒有痠痛 結果是脖子痛 很奇怪 那像有些患者 他在舉一些重物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深蹲的時候 我們會把槓放在後面 他就變成怎麼樣 我們從這邊看 槓放後面 他就變烏龜薄 這樣就會緊神經壓迫 所以他這樣去做重量的時候 他又憋氣 所以這個 神經壓迫的增狀會更嚴重 那像有些人啊 就是做一些硬舉動作 就是把地面上有一些 重物抬起來 訓練整個大腿跟臀部 他硬舉的時候他怎麼樣 他沒有收下巴 他是這樣子 說不收下巴有差 他覺得這樣比較好用力 對 可是他這樣做一做 他的手就麻了 對 他就壓迫到神經了 所以他如果 像我們如果常做這個動作 樣頭 所以我們說不要低頭 對 不要當低頭主 反過來樣頭好不好 好像也不好欸 不好意思 樣頭更不好 好像有些人就是股票營業員 要看上面的電視 看一看手就麻了 我們其實平常日常 或做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要打開胸床縮下巴 頭往上延伸 然後下巴自然內縮 那像有些人跑步 就跑一跑來跟我說 我跑完肩頸痠痛 然後說你太誇張了 你腳沒有痠之肩頸痠 一樣 跑步的時候很多人會仰頭 他是這樣子 很多 真的 你如果去賽場看很多人這樣跑 其實跑一跑就會有這些 神經壓迫症狀出現 所以反而是要把下巴給壓下來 所以我們幾乎我們現代人 幾乎都是要這樣子 打開胸床縮下巴 往上延伸 這樣才是正確的姿勢 好 所以待會侯醫師廣告回來 會教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他一直說一個什麼開書動作 是要看書嗎 還是要怎麼做呢 那為什麼 很難想像 像膝蓋60歲 大家知道很痛很痛 五十肩 居然僅不是在30歲 所以就代表你出老嗎 馬上回來 出老這30歲頸部可能就會產生問題了 這代表要保養 而且要蠻早就開始保養 其實我們附健科有一句俗驗 三十頸 四十腰 五十肩 六十七 什麼意思 三十歲頸部開始退化 四十腰椎開始退化 五十肩 六十膝蓋 為什麼三十會頸呢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們畢業大概22歲 我們大學畢業 然後我們一看大概都是文書工作 大概畢業幾乎文書 然後我們就用電腦用了很久 大概用了十年之後 你如果沒有注意姿勢 你的頸椎就會出問題 特別是我們現在又有智慧型手機 大家小時候就有一台 連小學生都會滑 其實所以這個頸椎可能 以後又變25歲 20歲都有可能 對 那其實我告訴大家 這個頸椎的問題 其實不是只有縮下巴而已 我們剛剛有提過打開胸廓 所以你的胸廓如果沒有先打開 你這個下巴是縮不回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示範的是一個 叫開疏運動 什麼叫開疏 就是把疏打開 那其實這個什麼是開疏 就是打開我們的胸廓 這是跟宴寬老師 可是剛剛那個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也是打開胸廓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一個是站立把 一個是躺著把 一舉同工喔 其實睡覺前就可以做 其實睡覺前做最好啦 所以床鋪比較軟沒關係是不是 沒關係 我們就這樣躺著 然後我們找個枕頭 輕鬆的墊著 我們書一開始先關起來 然後我們大概花5秒鐘 慢慢打開 慢慢打開 要開到碰到裡面的床嗎 不用不用 因為我們大概胸椎 大概我們打開這裡就差不多了 這時候我們要多做一些延伸 怎麼延伸呢 我們慢慢吸氣 吸進側邊的肋骨 然後你就會覺得你的手好像可以打開更多一點 然後慢慢吐氣 我們再花5秒慢慢回來 我們再重複一次 慢慢花5秒 到這裡 極限了 要再多一點怎麼辦 吸氣到肋骨 然後你就可以多打開一點 然後慢慢吐氣 嘴巴吐 慢慢回來 我們大概單邊做10次 然後我們如果做另外一邊也是做10次 然後我們簡單示範一下 這個腳要記得是一前以後 就是那個上面的腳在前面 那我們一樣梳打開 梳關起來 我們把梳打開 到極限了 吸氣到肋骨 吸到這邊 然後就會多一點 然後我們再慢慢吐氣 慢慢慢慢回來 每個動作大概都5秒 那你如果兩邊各做10次 你就會花5分鐘 其實5分鐘 你就可以把你的胸椎 整個打開 我們就不會駝背 那你胸椎打開 你就可以自然的把下巴縮進來 你就不會辯物歸薄了 那另一個動作是 另一個動作 其實大家普遍都有這個 背肌無力問題 因為大家駝背真的很厲害 那你的這個 其實背肌都會萎縮 那在這裡教大家簡單一個 訓練背肌的方法 其實我們有這個床或椅子都可以 這叫划船動作 我們就這樣撐著 然後我們這個拿一個啞鈴 有一點重量比較有感覺 當然空手也是可以 可是你就比較沒有Feel這樣子 我們男生 出街大概就拿2公斤 女生大概就1公斤 像我在健身房是拿20公斤 哇 這個我們脊椎要挺直 要向上延伸 然後用手臂慢慢往後拉 大概這樣 你會感覺你的背部在出力 你的肩胛骨會這樣像縮起來的感覺 嗯 好這個叫划船動作 為什麼叫划船 其實我看起來真的是很不像划船 對啊不像划船啊 這感覺是要跟著地板 對著地板射弓箭 對對著地板射弓箭 好像還比較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單邊做20次 就左右換邊做20次 那大概做3-5個循環 其實就可以訓練我們的背肌 嗯哼 好 再來呢我要來請教一下花醫師 很多人說這個後頭胖胖的 有個富貴包 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病人的體質如果是比矮胖閒的 那這是我們講的富貴面 像園外一樣 像貴夫人一樣 但如果是瘦削的 這個地方就比較不明顯 因為瘦削的人 他的脖子一般來講 他會是比較長 比較長的話他的弧度 就比較遠一點 所以看的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是不對稱突出 你要考慮到 最表淺的就是可能是脂肪瘤 或是皮脂腺瘤 另外其他部分的話 你可能就說可能有 是屬於挑重彈的 挑重彈 那這量會產生增生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他地形本來就是非常突出 因為他頸椎第七節 提供頭頸部 肌肉複雜的基點 所以他承受力量很大 所以如果 屬於越訓練的人 他這個地方肌肉是肥大 但是相對他背部的 頸部的 這個肌肉也是很肥大 所以他還是一片的 OK 好 所以你如果不運動 肌肉萎縮 你相對這個就突出來 因為他是個骨突 好 所以 不是富貴 剛剛化醫師告訴大家 這不是說你很富貴喔 這是代表說你可能比較缺乏運動啦 那就做作侯醫師剛剛所說的 這個划船室 還有開疏室 或者硬幻老師的功法都很好 而且感覺心情會跟著好起來 如果有落枕 然後半年的時間之內對不對 超過三次 半年之內 超過三次代表你是頸椎有問題 不是一般的肌肉緊繃而已 就要趕快去做相關的檢查 避免導致後面的後遺症了 健康1.0 下次見 拜拜 拜託